科3考试全过程顺序 科目3是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的简称 其考试内容的顺序一般为上车准备、模拟灯光夜间使用、起步、直线行驶、通过公交车站、路口执行、变更车道、汇车、路口左转、加减档操作、超车、通过人行行道、通过学校路口右转、掉头、靠边停车 根据相关规定,每个学员依次预约有两次考试机会 第一次考试不及格可当场补考一次 有多人同时跟车准备考试的情况 一个学员考试结束后,下一个学员需要依照标准流程下车从上车准备 另外在靠边停车项目完成后,系统将语音播报考试结果